慈济古境之会举办助学金颁发典礼 分别在石脚尖山中工学校和慈济共修处进行 从志工手中接过助学金 孩子的学杂费终于有了着落 可以减轻家庭负担 他们得到慈济的帮助我觉得很感恩 有了慈济的帮助他们可以自己 买他们自己想要的参考书 什么课本 我的目的是讲 如果是他念书成绩好 希望他改次能够去读大学 作为一个比较好的人才 培养人才出来 对于助学金 学生已经规划好 如何慎用以提升学业 利用自己的钱购买一些文具 和生活方面需要的东西 我感觉我能够来到学校 然后帮助学金颁发典礼 我用奖励金来还50倍 还有买参考数 现在目前是想用在学习上面 叫有可能买作业或者是买布置之类的 典礼现场慈济之工也把握机会 宣导环保鼓励大家一起爱地球 大爱新闻真审美之工 马来西亚报道 天门